Cast Off Cast Off Change Beetle Hello 大家好 我是萨克 是你們被遊戲耽誤的寶寫優元 歡迎回到萨克的方舟人斯波 OK 我們今天來打突襲的OX-ES-4 那這關的附加條件也是一樣 有跟沒有一樣 前提是你有四二姐 那這關用四二姐來打非常簡單 讓我們開始吧 OK 那以上是我使用的隊伍 基本上就是四二姐 那如果你要保險起見的話 可以帶個奶盾 或是卡後面那隻原始奇編體 會比較簡單一點 那這關的主要輸出 還是都是靠炸彈啦 那這關攻擊大不下降嘛 但是四二姐開了黃昏之後還是一樣很痛啦 對 那大家就可以知道四二姐是多麼恐怖的角色啦 好棒 跟普通一模一樣的戰術喔 先把東西敲掉 然後呢 第一顆炸彈 這邊確保一件事情喔 四二姐沒有在抬手之後呢 才撤退 也有可能會露一隻小蟲子喔 很麻煩 要確保四二姐不再抬手之後再撤退 第二顆炸彈 接下來放第三顆喔 第三顆放到這個地方 好 第三顆炸彈 好 一樣等到這三隻走到這邊的時候呢 引爆 OK 第四顆炸彈 一樣放遠程近衛 拉狗或是機刺都可以 你也可以放彩虹六號新的幹員喔 那個露瓦斯也可以 可以用夾子 夾子還不錯用 好 包 炸彈 放起來 好 這邊可以放上四二姐了 有黃昏一定要馬上開 因為敵人攻擊力非常的高 有黃昏一定要開 好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呢 確保三隻 引爆 放炸彈 這邊呢 這個 引爆了 這一隻是唯一一個就是 需要用兩顆炸彈單獨去炸他的敵人 這一次 好 炸彈 OK 等到這兩隻走在一起的時候呢 引爆 引爆 好 這個敵人呢 請你拖越久越好 好 這個敵人呢 這邊使用莎莎 使用莎莎的技能 引爆 好 那基本上這樣子就通關啦 這樣就通關了 引爆最後一顆炸彈 結束了 以上呢 就是OD-EX-4的突襲難度的打法 希望有幫助到大家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